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六十三节 世人说 凡敬畏你 守你训辞的人 我都与他作伴 感谢神帮我们召集在一起 用他至上的真道 活泼的圣言教训我们 神借着他的作为 叫我们新欢喜 灵快乐 他手所做的尽都好 都是出于他深奥的心思 让我们新 因他伟大的工作 实事充满期待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与主联合 我们思想 与主联合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 戈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 新约圣经 戈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我今永远数他 我今属于主耶稣 主耶稣属于我 并非正式与他牵连 乃是直到永远 从前我在罪处 非罪浮沉 耶稣将是给我带来救恩 不再有羞耻 忧伤举罢 我今永远数他 我今属于主耶稣 主耶稣属于我 并非正式与他接连 乃是直到永远 我心快乐 因我已的拯救 且为罪努尽 出自我自由 为救出我 那宝鞋留下 我今永远数他 我今属于主耶稣 主耶稣属于我 主耶稣属于我 这宝鞋留下 我今属于主耶稣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 奉神旨意 蒙照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索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照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赵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 经文说道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赵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赵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 继继续请听 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与主联合 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 保罗所说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其中得分与路加福音五章十节的伙伴 希腊文用的是同一个字 我们与神的儿子 同享神的得胜与荣耀 在他救赎的计划里 像他那样的爱 那样的流泪 我们借着圣灵的交通 蒙照与他一同得分 因为主愿意与人同伙 就要向门徒雅各和约翰 同为伙伴 随保罗说 我们是与他相交 与他儿子一同得分 这实在是让我们蒙受安慰 因为基督的指趣成为我们的 我们有自由来支取他的资源 并且一直到底 这好像一个很穷的职员 突然被召唤 去承受一个大公司的股份 让他纵然之间得到荣华 但是 与百万富翁合伙 仍比不上 与神的儿子同伙 做拯救世人的大公 那个穷职员 需要担心 负债下的巨额吗 他知道公司的资产雄厚 必可抵偿有余 他尽可高枕无忧 不必挂虑明日应付的款项 神的儿女儿 父神必负责他儿子 所承担的一切 父神既要我们 有着合伙的事 他拣选我们来承担这合作 必不使我们遭遇困难 而无法应付 这绝不可能 他必攻击 我们一切所需 退居旷野 采集玛纳 丰富灵粮 为羊主羊 旷野玛纳 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 与主联合 这个题目 神召我们来 与基督联合 一同得分 他主动使我们进入 与他爱子基督之间的团契 与他连结 何等感恩 我们原是被这位信誓的神所召 保罗说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者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铁丧龙家前书五章 二三节到二四节 保罗又说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 你们的灵与环与身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照你们的本是信誓的 他必成就这事 怎么去理解 一同得分 这句话的意思呢 卡门夫人举过一个例子 她说 有一个法官临终前 对牧师说 你对法律究竟懂多少 知不知道 什么叫合伙电户 牧师说 不我不懂法律 我只懂得一点神的恩典 这就使我满足了 法官说 如果你跟我是一家农场的合伙电户 一块合伙经营 我就不能对你说 那片山坡的稻田是你的 这片平地是我的 那根草是你的 这朵花是我的 相反的 我们会共同分享 每一样农产品 我刚才躺在这儿 想到主耶稣没有保留一样东西不跟我分享 心中就有说不出来的快乐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们将永远一起分享幸福快乐 曼尔博士则用路加福音五章 第十节伙伴这个词 雅各和约翰 是在渔月上的伙伴 一起合伙打鱼 想象主耶稣是我们的合伙人 我们只要尽上我们的责任 决志顺服 就能得到他绝对的合作 曼尔博士说 我们一旦与生儿子相交 或与他同工 清除他的护照 会发觉 我们只要做的 只是把网系好不好 相信主会只是有余的所在 相信他必做其余的一切 我们可以绝对依赖他的同工 当耶稣的名声传遍了 加利利和周围地方 众人都救了他来 有一天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因为人多 就吩咐门徒 叫一只小船伺候着 免得众人拥挤他 那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西门把船承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路加菲五章第四节经文记载 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这可以说是主耶稣给彼得的一个命令 彼得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彼得怎么说呢 路加记载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从彼得的回答 我们阅列可以知道 加利利的渔夫是在夜间打鱼 所以整夜劳力 其次 他们下网的水域 可能是比较浅的 不在水深之处 想象彼得 刚才洗好了网 耶稣教他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 当时的渔船 都要靠人力去划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要划好远 去还是不去呢 去 万一又白忙一场 怎么办呢 但彼得抱着 姑且一时的心里 对夫子说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怎么知道彼得 是抱着姑且一时的心里 做着事呢 因为当耶稣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的时候 那个网的原文 希腊文 是多数的 但彼得回答耶稣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那个网 就是单数的 路加福音五章六节 路加说 他们下了网 弟兄姐妹 你猜猜看 他们下了几个网 从原文希腊文看 他们只下了一个网 结果这一网下去 不得了 路加说 就圈住许多鱼 网险些裂开 哇 这网下去 所打上来的鱼 多到一个地步 连网都开始裂开了 他们没有想到 听耶稣的话 光下一个网 就圈住这么多的鱼 彼得一看这个情形 不得了 赶紧招呼 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 前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 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 开始下沉了 路加福音五章八节 记载 西门彼得看见 就伏在耶稣西前 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彼得为他对耶稣 没有信心认罪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耶稣预告 彼得要像刚才听他的话 得到这么多的鱼 那样的为他得人 那么彼得以后 有没有为主得人呢 有 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 彼得引证 旧约先知的话 为耶稣做见证 而领受他话的人 就受了喜 路加说 那天门徒约天的三千人 都横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拨饼 祈祷 以后彼得 在哥尼流家里 宣讲神迹的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福音 说 凡信他的人 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 路加说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将在一切 听到的人身上 这些外邦人 都已经受了圣灵 岂能不给他们施洗呢 彼得就吩咐 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就这样 主和使徒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 路加说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公用 修日一块分享 保罗说 我们蒙赵 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修日跟主凡物公用 天上地下所有的 权柄 连同万有 父已经交在 爱子手中了 而我们是 与他相交的合伙人 我们与他 凡物公用 何等有福 我们不但领受权柄 所神的儿女 并且与基督合伙 一起合作 又或者 像雅各二章 十六节 经文说的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他在百合花中 暮放群羊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是基督的心上人 你说 原来我们是这样 与神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的 英国解经王子摩根 在讲解哥林多前书 一章九节 一同得分 这个词的时候 他提到三件事 一是 相互的兴趣 二是 相互的贡献 三是 相互的行动 神在爱子里 选招我们的时候 他完全认识我们 主耶稣对我的事 一清二楚 他真的有关我的一切 当我们回应神的恩赵 顺从真理 接受耶稣基督 做个人救主的时候 就有兴趣要认识他 苏大中 从信主开始 心里就有三个愿望 第一就是 主啊 我要更多的认识你 第二个愿望就是 主啊 我要更深的爱慕你 第三个愿望 主啊 我要甘心乐意的服侍你 菲利比书三章十节 保罗说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 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阿摩斯书三章二节 神说 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 这并不是说 神不认识其他人 他当然认识 但这里的认识 是有特别含义的 所指的就是 亲密的认识 好像出爱记记 三十三章十七节 神对摩西所说的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主认识他的羊 他特别关心他的羊 专爱他的羊 甚至喂羊舍命 他要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他的 是他的圣民 也是他操场的羊 而他也属于我们 并且我们并非暂时 与他结连 乃是知道永远 神照我们的目的 就是与他儿子 耶稣基督 过相交的生活 今天若是我们常 为很多事思虑烦扰 以致不能好好与主相交 那就失去了上好的福分 主应许永不撇下我 也不丢弃我 他任何时刻都与我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么第二点说到贡献 你说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 驱逐在爱子里面 他的一些资源都是我的 而我所有的 就是像孩童身上的五饼二鱼 唯不足道 是 我们的确不能贡献什么 但当我们甘心乐意的 把我们仅有的一切 交在主的手中 让主使用 主就能让他们 像分出去的饼和鱼一样 成为千万人的祝福 主了解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无有 我们与他相交 就是不断的被他提升 好与他的能力配合 结果一生 丰丰富富的认识他 得着他 说到第三 相互的行动呢 虽然 我是他工作上的合伙人 是与他同工的 我就得殷勤不可懒惰 主丰富有余 他的资产雄厚 但我的合作程度很重要 主满心愿意将他的丰富 倾倒在我身上 说我得着他的一切丰盛 但我也有信心去承受 在与主的互动上 我不能只要儿子名分 而不肯学习他的样式 不愿有分于他的苦楚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保罗说 七十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坐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所以要续续忍耐 彼得说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等于应证明归荣耀给神 神若是预定我们从患难中出来 我们就好好利用患难 而不要因为患难而丧胆 要知道 受苦的心智如果有限 那给人带来的祝福 也就很有限 保罗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他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 若是主许可给我 在肉身上受点苦 好明白 他为了救赎我们 曾经为我们受过怎样的苦 我们就圣化所受的苦难 而淡化所受的苦楚 把它看作是至战至轻的 是与他联合的内容 不要忧愁 而要蒙圣灵安慰 被荣耀的灵充满 在主里感恩 在认识主复活的大能同时 也晓得 和太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既然我们是神预先知道的人 神已经预先定下 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就要有信心 相信主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能在我们里边做成 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事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主加给我们力量 我们就凡事都能做 因为是出于神的恩典和大能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批代他 既然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将来也必要在他 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享受他永远的基业 就是彼得所说的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 为我们 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感谢主 我们如此有盼望 今天我们对主的认识 跟主的互动如何呢 主已经胜了世界 他要跟我们分享 他的得胜 那么我们有没有信心去承受 是否让神常常率领我们 在基督里夸胜 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哪因为认识基督 而有的香气呢 我们虽是有限 但不要忘了 与我们合伙的主耶稣 他是无限的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主若是 主若是玫瑰一朵 我就是 夜一片 主与我 心心相拟 静静地 一爱戒恋 人平时 狂风 人平时 狂风暴雨 痛甘苦 朝夕相间 如若是 如若是 玫瑰一朵 我就是 绿叶一片 我就是 绿叶一片 我就是 绿叶一片 如若是 绿叶一片 绿叶一片 心灵前 默契配合 主若是 一首诗诗 我就是 我就是 爱 定月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教会 修认你自己的丰满 因为 父要将他 极丰富的安典 修认他在你里面 向我们 所持的安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我们得就是 本福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当你要我们把船 开到水深之处 撒网的时候 主啊 帮助我们有信心 不是只撒一个网 而是信你在深水中 要行歧视 照你所吩咐的 把所有的网 统统撒下去 没有任何保留 帮助我们不但信你 并且跟你之间的关系 不断近身 知道得着 你要我们得着的 信实的父啊 感谢你选招我们 说我们借着圣灵 因着基督 而有份于你的一切丰富 我们把一些荣耀 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倘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阿们 我去柔和 publicatio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